又是酒精惹的祸 新北市英哥区有骑士逆向行驶 跟驾驶爆发了口角 身上还有浓浓酒味 另外台北市府捷运站外 有男子喝醉录到 远警才刚把人叫醒 结果他走回家的途中 接连踹倒了六辆机车 车主报案之后警方找上门 男子竟然公称他都不记得了 不过脱缩的行径都被监视器拍得一清二楚 你躺在路边就很危险了 快起来快起来 男子喝醉了 倒在市府捷运站外 呼呼大睡 远警到场刚快把人叫醒 你家在哪里 你可以自己回去好 好 拜拜 不要睡觉了 前一秒才答应可以自己回家 但短短的路程 他竟然使出无影角 连续踹倒路边六部机车 就连盆栽也不放过 只有两颗螺丝的地方 其实已经就是松脱 花盆子已经被压裂了 就是人踹倒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傻眼 所以就去报案 周信南整个天酒醒后 被远警找上门 公称不记得有踹车 但脱续行进全德路 后续赔偿恐怕逃不掉 同样喝醉惹事的还有他 我打发箱灯哦 我先去武器哦 新北深渊哥去这名驾驶 准备左转进停车场 突然一名逆降驾驶 高速冲上前 差一点点就撞上 两人爆发口叫 一天到驾驶要报警 骑士立刻催油门落跑 因为他不仅交通违规 疑似还酒驾上路 警方获报将传唤骑士道案说明 酒后闹事都会吃上罪责 可不是一句不记得了 就能蒙混过关 这张号立民州台北采访报道